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经济表现糟糕 疫情之后的反弹比预期中要小得多 一些指标显示2024年头几个月略有改善 但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随着经济放缓 国内外对中国发展轨迹的信心也随之崩塌 消费者信心一直徘徊在历史低位 虽然国内商业的各项数据显示近期略有复苏 但是数字仍然远低于历史高点 一个问题今年以来反复出现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层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体振经济恢复信心呢 而大部分人所说的领导层实际上就只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并非什么都没有做 北京已经扩大了信贷 减少了购房限制 并且淡化了战狼形象 但是国内外大部分专家都认为 这些措施为时已晚并且力度不够 这似乎已经是中国观察者共同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 还是无动于衷呢 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分析了 习近平的四种可能性 可以将他们概括为四步 是哪四步呢 第一就是他有可能是不知道 有人猜测习近平对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 因为官员们不想告诉他最坏的消息 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只想指向他提供经过美化的报告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外交政策网站 他听说中南海的基层官员已经要求外部研究人员 只提交正面报告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 负责向习近平提供文件的高级官员 与国家安全和宣传机构保持基调一致 因此习近平的阅读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偏见 但是也有人坚决不同意习近平消息不灵通这种说法 一位曾经向国家提交过研究报告的专家表示 他们被告知要提供不加修饰的分析 因为北京高层希望听取不同的意见 那么如果不是习近平不知道实际情况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习近平和北京高层已经全面掌握了中国的经济情况 那么他们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太多了 包括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生育率下降 不平等加剧 民众不满 以及与西方和邻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等等 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就能解决的 同时政策制定权现在在中央内部过于集中 导致跨机构以及北京和地方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困难 多位知情人士表示 他们听说在一些问题上 北京最高领导层就如何解决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这推迟了决策和新政策的出台 比如说最高领导层在2023年夏天 又将股市疲软视为一个问题 但是直到2024年 中国证监会负责人被替换之后 新的举措才陆续推出 另外一个例子是 解决房地产问题和经济失衡时 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协调 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政策路径十分困难 这其中涉及到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开发商 业主 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很多人相信 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无法达成共识 三中全会才被推迟到了今年夏季 还有一个可能导致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原因是 有些消息人士强调高级官员素质下降 他们认为现在的李强要弱于李克强 主管经济的何立峰也被认为能力不如留银 第三个步是习近平不重视经济 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权力垄断 和他个人的政治主导地位 尽管媒体有时候会报道他视察工厂 并且就各种经济问题举行研讨会 但是习近平的主要日程还是处理国家安全和政治问题 包括人事决定而不是经济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年纪在60岁以上 他们强调习近平与毛泽东在性格上的相似 以及他们在强调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方面的相似之处 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认为习近平不修复经济是因为不在乎的这种观点 大部分中国观察人士并不同意 而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不同意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 问题并不在于习近平获取信息的渠道不足 无能或者缺乏兴趣 而是他和他的副手不重视当前政策路线的不正确 不愿意面对批评 习近平坚持认为 由于面临失去西方技术的威胁 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优先发展国内技术 并且尽可能多地控制全球供应链 习近平可以拿出许多证据 证明他的计划正在奏效 比如说中国实现了在电动车和电池领域的主导地位 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系统 中国造出了C919喷气式飞机 以及北斗卫星系统等等 大多数受访专家都同意这最后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习近平非常重视控制先进技术 来满足中国的经济和战略需求 并且正在大力实施这一愿景 习近平把中国的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 他认为对新兴技术的大力支持 既能够满足经济增长又能够加强国家安全 因此习近平不同意当前的路线有问题 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又分成了两个阵营 其中大多数专家认为 中国领导层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他们采取了国家主义方向 制定了大规模的工业政策 并且把赌注压在了控制未来技术上 从而放弃了对家庭和消费不足的关注 这意味着产能过剩 债务增加 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加剧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择持相反的态度 这些专家认同北京的做法 认为批评者不公平地忽视了中国重大技术的进步 而持这种观点的人 很多是在政府研究部门工作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这四步中的哪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前面两种 也就是他不知道实际情况 或者他知道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当前的情况就是一个失误的产物 只要中国领导层能够获得更好的信息 并且制定更加有效的计划 那么就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 但是如果是因为习近平不重视经济 或者不同意当前批评的声音 那么当前的走势就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即使有新的数据或者新的策略 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领导层可能会证明批评者的错误 仍然按照原来的道路前进 来自外国企业的高管和外国官员 在接受调查时 大部分都选择了他不同意这一选项 从外国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完全掌控着政治 并且决心推进这一战略 任何策略调整都只是微小的调整 只是为了最低限度的安抚国内外的批评者 虽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四种观点 不是一个正式的或者说科学严谨的调查 但是它表明中国社会各界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正在加剧 这意味着北京采取大胆心行动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以及对立的国内和国际观点 预示着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紧张和冲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在中欧贸易战加剧之际 周五中国官方宣布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在下周 赴布鲁塞尔参与中欧气候高层对话 并且访问卢森堡 中国外交部表示 访问期间丁薛祥将同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 共同主持第五次高层对话 就在本周三 中国电动车被欧盟宣布 将从7月4日起征收更高的关税 新关税达到17.4%至38.1% 同时欧盟还将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 和锋利涡轮机的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 这一消息发布的第二天 中国国家发改委立刻发文暗示 中国可能针对欧盟的大排量汽油车 和白兰地进行关税报复 文章表示 在欧盟披露关税制裁之后 中国业界非常不满 强烈呼吁有关部门采取对欧洲的反制措施 文章引述业内人士透露 中方内部正在推进提高大排量汽油车 进口关税的相关程序 如果这样做的话 宝马和奔驰等公司将首当其冲 受到冲击 文章还表示 中国预计将在8月底前 公布对欧洲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主要针对法国的白兰地出口 这些还没有完 商务部周四还宣布 中国业界要求政府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和猪肉 也展开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 如果中国限制猪肉的进口 那么欧洲的猪肉行业将会面临严重噩梦 2023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 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欧盟 终止这些订单将会导致欧洲肉类行业损失惨重 荷兰的分析师表示 欧盟被暂停对华猪肉出口 可能会对猪肉供应链造成噩梦般的影响 并且对整个欧盟都产生影响 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向中国出口猪肉的国家 每年向中国出口约15亿美元的猪肉 西班牙工业部长表示 不要陷入贸易战 如果西班牙不能够向中国出售猪肉 那么部分销售就不得不在欧洲的内部进行 这样欧洲猪肉价格将面临下行压力 同时中国人爱吃的内脏、鼻子、耳朵这些部位 在欧洲内部是卖不出去的 如果不卖给中国 那么整只猪的产值也将会下降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文称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税是算错了账 香港大学的欧盟亚洲问题专家 菲格罗亚同意中国有各种贸易手段来应对欧洲 北京有能力在可能造成最大损害的地方进行反击 比如限制欧盟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菲格罗亚表示 北京知道欧盟的软肋在哪里 哪里可以伤害最大 因此对相关行业施加经济压力 这些行业就将游说欧盟政府做出解决方案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说中国有多种贸易手段可以作为反制 但是中国也可能担心双边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 北京人民大学专门研究中欧关系的国际关系教授 王一伟表示 中国在考虑对欧盟采取报复措施的时候 仍将保持谨慎 以避免与欧盟爆发全面贸易战 并且加剧双边关系的下滑 上个月习近平进行了新冠疫情之后的首次欧洲之行 对于这一访问 许多人认为 尽管中欧关系紧张加剧 但是中国仍然试图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王一伟解释 欧盟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习近平不会想要失去欧盟市场 中国专家预测 北京可能会尝试与欧盟救新的关税再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中国的出口依然强劲 这令西方国家倍感不安 这也是导致美国和欧盟先后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新关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出口近期强劲增长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厂试图提前应对未来的贸易限制 但是总体而言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出口正在减少 对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出口正在增加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比两年前增长了12% 对美国的出口则同时减少了17% 中国也在寻找新的市场 过去两年 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激增了70% 中国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燃油车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迅速转向了电动汽车 中国的燃油车产能已经严重过剩 而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正在销售与以往不同类型的产品 数据显示 去年电动汽车 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和芯片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5% 而五年前这一比例只有4.5% 这些出口在欧洲和美国都遭到了强烈反对 但是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受到了许多较低收入国家的欢迎 巴西的数据显示 2023年 巴西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几乎增长了一倍 中国的比亚迪占到巴西纯电动汽车销量的一半以上 北京现在面临的问题质疑是 出口转向发展中国家 是否足以维持中国出口机器的继续运转呢 东南亚目前是中国更大的出口目的地 超过了美国或者欧盟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合计占中国出口的近四分之一 虽然要低于美国和欧盟合计29%的份额 但是总体而言 这是一个有良好增长潜力规模可观的市场 不过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对中国更加的友好 但是也难免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 仍然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 许多拉美国家已经提高了钢铁关税 以保护国内产业 巴西最近则重新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以鼓励本国生产 因此中国一些企业开始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 缓解一些紧张局势 比如说比亚迪正在巴西建设一家电动汽车厂 目前为止 中国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策略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在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大环境下 这一策略也将面临限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上个月底习近平召集了一批经过挑选的企业家 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他本来的目的是为遭受重创的民营企业打打气 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会上习近平亲口提出了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让人们对他治理中国经济的方式 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据官方媒体报道 在5月23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在听到与会的企业家关于创新和投资的发言之后 他问道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一直下降 主要原因是什么 独角兽指的就是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私营初创公司 而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没有提及 与会的企业家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不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立刻涌现了大量的分享和评论 在没有被删除之前 在没有被删除之前 有些评论十分的直白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 难道不是因为你吗 另外一位微博用户则指出 独角兽企业做大之后 早晚要被国有化 谁愿意投资和扩张呢 而一位初创企业投资人则说了一句话 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他说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表明 习近平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未来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 政策纠偏的可能性都很小 习近平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世代以来 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不信任资本的力量 多年来他一直在竭力确保民营企业 遵循共产党的优先议程和目标 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是听命于党的指挥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 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在中国经济中 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而今天习近平却背离了这一路线 强调党的控制高于一切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加强对资金流动的引导 对企业家和投资者以及他们的获利能力 设定更加严格的界限 在某些情况下 北京甚至试图接管政府认为失控的私营公司 或者部门将他们纳入国家控制 中国政府最近处理房地产危机的方式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制定全面计划 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开发商进行债务重组 并且让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损失 这些举措虽然痛苦 但是能够恢复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但是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 却希望复兴社会主义住房观 让国家重新掌握住房市场 北京已经宣布计划由国家收购陷入困境的私营市场项目 将其改作为连租房或者经济试用房出售 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强调 必须认识到房地产工作的人民性和政治性 习近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 现有的业主的房产权益可能会受到威胁 我们在前不久的节目中也专门说过这个话题 新政策引起了广泛的现有业主的不满 而这个人民性似乎在让人民受益之前 已经损害了一部分人民的利益 甚至还有一些高级官员暗示 将加大力度打击助长开发商高风险行为的力量 比如说银行和金融机构等 这与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的建议都背道而驰 本周二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了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最新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 随着三中全会即将临近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高层领导 就深化体制改革进行的最新讨论 可以间接反映出三中全会的具体内容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周二主持的会议中提到 要加强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体系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环境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李静 分析认为 改善企业治理的新政策再次强调明确了所有权 权力及责任可能成为七月份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之一 习近平在周二的会议上强调 为了把更多的国有企业打造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必须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同时巩固党的领导 也要促进责任明确提高管理效率 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必须履行主体责任 坚持党对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 并且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李静分析认为 七月的三中全会重点讨论经济改革 增强国有企业和重点私营企业的竞争力 将会成为重中之重 李静同时还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顾问 他表示新政策强调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已经上市 或者引入了其他股东 因此有必要像现代上市公司一样运作 明确权力和责任 避免国有企业的党委在运营中越权 李静表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何界定国有资本在合资企业中的角色和权力 这个问题取决于谁拥有控股权 他指出三中全会可能会出台新规则 以加快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 同时私营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增多 北京也将鼓励私营企业治理的改革 但是与对国有企业的明确要求不同 北京目前表示 一些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尝试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局周三公布五月份的最新消费数据 消费者价格温和上涨 而生产者价格继续下跌 表明需求依旧低迷 全国消费价格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涨 同比涨幅为0.3% 与四月份涨幅持平 而五月份全国工业出厂价格继续下降 同比下降1.4% 连续第20个月萎缩 周三的数据凸显出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继续拖累中国家庭支出 消费很难真正拉动 上海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首席金学家张志威 在周三数据公布之后表示 中国通缩压力尚未消退 与上个月相比 出厂价格的下降幅度虽然略有改善 但是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受到 铜和黄金等大宗商品的推动 而非中国国内需求的反映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中 官方数据显示 尽管今年端午假期 中国出游人数比疫情前更多 但是总体花费却更少 在三天假期中 中国人均旅游消费比2019年 要低10.5% 最近尽管连一线城市都放松了 限购和房贷要求 但是新房销售仍不见其色 经济学家认为 潜在购房者不敢出手 并非因为限购 而是担心房价会继续下跌 国务院上周五敦促官员 继续推出稳楼市政策 暗示未来还会有更多 支持性的政策出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对于富裕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 2024可能是他们最想要 采取移民行动的一年 因为这可能是开往海外的 最后一班轻松列车 很多人担心海外移民前景 可能会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脱轨 深圳有一家顶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沈先生 最近决定申请美国的EB1签证 也就是所谓的杰出人才移民签证 专门针对在专业领域 处于顶尖地位的外籍人士 而沈医生的女儿 正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 沈医生告诉南华早报 如果签证无法获得 那么他就尝试投资移民 去移民希腊 无论如何他都希望在一个发达国家 获得永久居留权 但是移民问题的专家提醒 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中产家庭 很有吸引力的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政策 预计将在明年开始收紧 一位专门帮助富裕人士购买海外房产 实现移民的中介表示 各国的移民政策目前正处于一个临界点 即将发生变化 而今年的时机正好 移民成本仍然在中产阶级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中国城市富裕家庭的财富正在缩水 这主要受到房价暴跌的影响 房屋价值下降导致中国人的预算缩减 这为他们的移民道路增加了新的障碍 欧盟的投资居留和公民身份计划 一直为中国人提供着诱人的移民机会 但是今年被广泛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因为欧洲议会已经确认 明年将会停止所有的购房移民 业内人士估计 今年将有2000多个中国家庭 尝试马尔他的移民计划 因为马尔他是对投资要求 最低的欧盟国家之一 预计另外还有2000个家庭 将把目光投向希腊 约1000个家庭将选择葡萄牙 希腊则是另外一个对资金要求 比较低的移民国家 根据不同的产品 移民费用估计在25万至100万美元之间 另外预计今年将有超过4000个中国家庭 向美国申请EB1和NIW签证 NIW就是叫做国家利益豁免签证 它是EB2里面的一种 申请人除了要求是专业人士之外 还要求所从事的专业领域 有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样就可以申请这种签证 但是明年这两种签证的通过率 可能会大幅下降 而且审查会更加严格 专家解释 美国移民服务局预计将于 今年8月提出修改建议 要修改这些签证的处理规则 和所需提交的证据 再加上如果美国前总统川普 明年重返白宫 那么可能会出台更加严格的移民法 因此如果要移民 今年肯定是比明年更好的时机 想要移民的沈医生表示 目前在中国 帮助申请EB1或者NIW签证的中介价格 约为6万美元 如果移民申请不获得批准 那么将退还3.5万美元 他说在社交媒体小红书等平台上 可以看到中介机构都在疯狂推广这些移民计划 沈医生表示 这个成本对于一家三口移民来说很信任 同时与深圳目前的房价相比 花25万欧元的房地产投资移民欧盟 目前仍然是可以承受的 事实上直到今年 沈先生才开始认真考虑移民 他表示 当他看到人们的财富和收入急剧下降时 开始萌生这种想法 他希望可以给女儿一个海外的国籍 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发生更大的变化 那么他可以留在海外 此外 沈先生也担心 目前拥有的房产 可能在明年或者未来几年继续贬值 因此 出售部分国内房产 为家人换取一套欧洲的公寓 以及欧洲的公民身份 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值得 去年还有很多大陆人是选择了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在通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吸引各类移民 香港加大了审批名额 也提高了通过率 去年这些项目的成功申请者 大多来自中国大陆 截至去年年底 近5万份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的申请 其中有95%都获得了批准 移民顾问表示 很多中年人都想在移民计划限制人数之前 抓住这个机会 苏女士向移民中介支付了15000元人民币 帮助她申请香港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她表示 如果今年不尝试 明年的门槛会更高 她认为 对于像她这样的中国年轻中产阶级来说 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而且孩子在香港能够接受更加国际化的教育 在香港投资黄金 外汇也更加的自由 利息也比国内银行高 根据一份2024年的行业洞察报告 专家预计2024年将会成为破纪录的一年 出现历史上最大的百万富翁移民潮 预计人数约为12万8千人 报告称 在当今的全球化的世界中 出行自由变得尤为宝贵 跨越国界的能力 在决定个人的经济机会 消费习惯和社会地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有时甚至关乎他们的安全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份发布的 2024年胡润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调查显示 接受调查的中国高净值人士中 超过36%的人表示 他们的家人正在考虑移民海外 这一比例比2023年增加了近6个百分点 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 仍然是中国富人最青睐的移民目的地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 有能力移民的中国人数 可能在今年达到顶峰 并从2025年开始减少 一位移民欧洲的民营企业家表示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 在深圳或者上海卖掉一套两居室 就足以让一个一家三口移民海外 但是现在这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因为我们都觉得 中国整体财富增长的势头正在减弱 房价不再持续上涨 个人财富的大幅下降 可能会导致未来移民更加困难 上个月胡润发布的 另一份财富报告也显示 截至去年1月 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 要比上年下降了0.8% 报告还显示 高净值家庭 也就是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数量 也下降了1.3% 财经作家吴小波 对31岁至40岁中产阶级成员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去年财富增长放缓 根据吴小波频道发布的 《2023新中产白皮书》 接受调查的中产阶级群体中 只有17.5%的人表示 他们的资产价值正在扩大 但同时指出财富增长面临瓶颈 11.4的中产家庭报告称 去年他们的财富缩水了30%以上 29%的家庭则提到财富减少了 至少10%至30% 一位移民中介表示 今年可能是搭上移民便利车的最后机会 想移民的人士必须全力以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今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 《独家》长篇深入报道 揭露了马斯克在SpaceX 与多名女性员工的暧昧关系 其中他与一名员工和一名前实习生 发生了实质性的性关系 他还要求公司的另一名女性 为他生孩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 2017年 马斯克亲自联系了SpaceX的一名前实习生 告诉他有机会在公司的高管团队 担任一个职务 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来说 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 那么为什么这位年轻人 可以获得这个高管机会呢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 这位年轻人在几年前实习的时候 与马斯克相识 当时他还在上大学 在实习时 他向马斯克提出了一个改进SpaceX的想法 这一主动接触促成了一次约会 两人静而接吻 最终发生了性关系 马斯克比他年长20多岁 证据还显示 在他实习后的第二年 马斯克曾经让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 飞到西西里岛一个私人度假圣地 马斯克经常给他发短信 并且多次邀请他晚上去马斯克位于洛杉矶的豪宅 有时候他会接受邀请 但是他的朋友透露 他曾经说 马斯克的行为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在加入马斯克的高管团队两年之后 这位女士于2019年离开了SpaceX 马斯克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领导的公司包括上市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还有火箭制造商SpaceX和社交媒体平台X 也就是之前的推特 SpaceX已经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合同 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楼的太空计划 都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与超过48人的谈话 华尔街日报揭露了马斯克私生活的种种细节 据报道那位工程学专业的女大学生 在SpaceX实习期间认识了马斯克 他把一些如何改进SpaceX的想法发给马斯克之后 两人一起出去吃了一顿饭 他们因为讨论星球大战而互相产生了好感 并且发生了关系 在2017年马斯克亲自联系他 邀请他加入管理团队时 一些SpaceX的前员工表示 虽然当时觉得他的确有才华 但是人们都觉得奇怪 一个资历这么浅的人 竟然被围以如此接近马斯克的要职 而这位女士当时告诉朋友 在他抵达加州同意加入SpaceX之后 马斯克邀请他喝了酒 并且向他献殷勤 摸了他的胸 然后马斯克说 我太坏了不该这么做 他也曾经告诉朋友 他在SpaceX并不开心 因为没有实权 而且很难让其他高管 认真对待他的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职位 而据他的朋友透露 他在SpaceX工作期间 马斯克会给他发很多短信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段短信往来 在这名女性入职大约半年之后 又收到一条马斯克 邀请去他家做客的短信 马斯克在短信中写道 过来吧 但是他并没有回复 于是马斯克就给他发了更多的短信 说要么现在来见我 要么明天早上六点见 没有回复之后 马斯克继续说 自己刚刚结束Model 3的生产电话会议 感到压力很大 他问你要过来吗 如果不过来 我很可能会用镇定计来帮助自己入睡 因为压力太大 没法自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 这位女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称自己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复 是因为睡着了 SpaceX有一项政策 明确反对员工与直接下属谈命爱 另外还有一名SpaceX喷气式飞机的空乘人员 表示马斯克要求与他发生性关系 这名女员工是SpaceX的一名合同工 他称在一次飞行途中为马斯克做按摩时 马斯克提出如果可以发生性行为 就可以送他一匹马 这名女性拒绝了马斯克之后 SpaceX削减了他的班次 马斯克否认这一指控 但是公司同意向他支付25万美元 还有一名在SpaceX直接向马斯克汇报工作的女性 则指控称 马斯克曾经多次要求他为他生孩子 马斯克已经有至少10个孩子 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 世界面临人口不足的危机 智商高的人应该多生育 他也鼓励自己的一些员工多生孩子 马斯克曾经说过 有必要殖民火星 以便在地球发生大灾难时保护人类 因此将人类送上火星是他的长期报复 马斯克在2021年接受 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人们不生更多的孩子 人类文明就会崩溃 2021年马斯克已经与一名员工有了孩子 他和自己旗下脑基接口公司Neutral Link的高管 史旺予有一对双胞胎 史旺曾经说 我想不出我的孩子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基因 他是自愿的 但是当马斯克故技重施时 SpaceX那位女员工则拒绝了马斯克的提议 在马斯克要求他为他生孩子之后 他继续为马斯克工作 但是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关于孩子的指控之外 马斯克还拒绝为这名女员工加薪 并且抱怨她的工作表现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 最终该女子获得了价值超过 100万美元的现金加股票的离职补偿 还有一位为马斯克处理后勤工作的女员工称 她在SpaceX曾经每天需要工作17个小时 这个职位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 除了在SpaceX的主要职责之外 她还需要帮助处理马斯克的私人生活 2014年马斯克邀请她去她的豪宅喝酒 夸她是极美貌和智慧于一身 最终她们发生了性关系 马斯克在床上承诺给她克斯拉的股票 以补偿她为马斯克所做的不计报酬的工作 而这名女性曾经以为与马斯克就此发展成为了恋人关系 但是随后发现马斯克不愿意公开 她认为自己是被欺骗了感情 随后两人的关系日益紧张 马斯克便要求这名女性离开 并且提出了35400美元的赔偿金 最终这名女性将赔偿金谈到了85000美元 马斯克与这名女性跑职关系期间 正处于分居但是尚未离婚的状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近日江苏省连水中专的17岁女生姜平 以全球排名12的成绩暴冷入围2024年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决赛 她也是排在前30的学生中唯一的女生 姜平来自于中专院校 令她在榜单上格外的显眼 在中国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 有近40%的学生无法进入高中 那么他们的去向就是直高中专或者技术学校 这些地方往往被认为是不好好学习 考不上高中的学生的去处 姜平是一名学习服装设计的中专在校生 在全球的数学比赛中 击败了一众清华北大剑桥等名校学生 让众多网友可以说是惊掉了下巴 也由衷的对她进行了赞叹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阿里巴巴基金会和达摩院 共同发起的国际数学竞赛 于本周四公布了决赛名单 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801名选手 进入了决赛 平均年龄22岁 而年仅17岁的姜平 在801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排名第12 她也是这项赛事自2018年举办以来 首位入围的中专再度生 排在她前面的选手 分别来自北大、清华、英国剑桥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还有卡乃基梅隆大学等全球知名的学校 而排在姜平后面的 还有中科院的博士、奥数金牌选手等等 这消息迅速成为本周 中国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多个与姜平相关的话题 登上了周五的微博热搜 中国媒体报道 姜平对数学的敏锐从初中就开始了 一般的题目她看一眼就有思路 她特别喜欢做难题 但是在中考中 她因为做题速度比较慢 连试卷都没有完成 最终她没有考上重点高中 选择了职业学校 进入联水中专之后 姜平领先的数学成绩 引起了一位数学老师的注意 在老师的引导下 她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她借助手机翻译软件和一本英汉小词典 自己学习了英文的微积分教材 现在学习服装设计的姜平表示 如果说学习服装设计是她的第一方向 那么探索数学世界就是她的第二方向 希望学习数学的能力也能够被别人看见 今年参加全球数学竞赛 也是源于这位数学老师的鼓励 姜平原本担心 自己是不是不配参加这种比赛 但是老师鼓励她 世界各地无论是什么职业的人 像是服务员 外卖员 医生 都有参加这一比赛 鼓励她去试一下 姜平表示 自己平时非常努力的学数学 很想展示自己的能力 在预赛的前两天里 她除了吃饭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答题 她想要证明女生数学也可以学得很好 听说了姜平的故事之后 网友们纷纷赞叹她的努力 很多人感叹 中考没有筛选出来的人才 在无门槛比赛中找到了 还有网友羡慕她有一位 很好的老师作为伯乐 否则一个中专生 很难想到去自学高数 更加不会有信心去参加全球竞赛 显然在中国人眼中 一般中专生不是聪明好学生的代表 中国家长常常威胁孩子会说 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高中 考不上高中就要当工人 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也就是指小学加初中 而初中毕业之后 学生们会基于中考的成绩 流向重点高中 普通高中 或是职业高中 中专和绩效 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学生 三年之后以升大学为目标 而中专职高和绩效 则属于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以专业技能培训和就业为导向 中专职高统一属于中国教育部主管 而绩效则由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来主管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普职分流 中国教育部在2014年明确 原则上要按照50%的比例 引导初中毕业生 向中等职业学校分流 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普通高中的学位增加 录取的比例大约在60%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普职比例约为6比4 而被分流到职业院校的学生 就是中考成绩靠后的40%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鼓励发展职业教育 但是家长们却始终不愿意 让孩子上职高和中专 由于职高的生源质量普遍比较差 学校环境也较差 家长担心这样的环境容易把孩子带坏 长期以来社会上就形成了 看不起职业教育的观念 一名初中班主任表示 学习再不好 家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寻找其他的出路 比如说出前读明办的高中 或者有能力出国也行 但是只要家长有一点能力 就不会去读职校或者中专 而这从另一方面也加重了 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的教育内卷 北大一位教授表示 现实情况是 读职高的大多数是农村孩子 他看过一个绩效 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于农村 而且其中三分之一是单亲家庭 这说明中考分流 实际上变成了阶层固化的工具 被分流到职高的学生 收入与行业均被锁定 之后提高收入或者改行都变得更加困难 他认为中国产业在升级 更加需要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 如果能够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 将能够帮助到一些晚熟的孩子 更晚的做出决定 2022年的中国两会上 也有数名人大代表提出 改革普职分流的措施 包括取消中考 或者提升普通高中入学率至80%等等 中国教育部官员当时则回应称 坚持普职分流非常有必要 关键在于打造更加优质的职业学校 那么如果真的进入了职业学校 是否还有上好的大学机会呢 江平的梦想是考入浙江大学 但是他的老师表示 由于专业限制 他只能够就读江苏省内的三所高校 最好也只能够申请到长属理工学院 有舆论鼓动浙江大学应该破格录取江平 而浙大招生办在周五回应称 破格录取涉及到正规程序 暂时无法解答 中国青年报此前的报道也指出 按照规定中职生往往只能够考取 省内的本科或者高职 他们能够选择的本科学校 也都是比较一般的学校 因此就算有学生希望提升学历也不容易 北京大学2020年一次覆盖全国职校的调查显示 职高毕业直接就业的仅35% 约65%深入了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等高等院校 只有约10%能够进入本科院校 而在西部能够深入本科的学生更是只有4% 不过针对职校生的升学问题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改革的迹象 比如说温州市教育局在6月提出新政 允许普高生和中职生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学 广东佛山在5月份也推出了类似的政策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成才选择 如果江平可以转到普通高中 那么说不定他就可以通过高考 遗远他的这大梦 不过舆论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就是在庆幸江平当时是被分流到了职校 而非中年高中 这些网友表示 如果他现在是在高中 肯定是在为了备战高考而刷题 哪里还有时间自学为积分呢 观众朋友 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呢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